以下內容純屬主持或加分個人意見 日本頻道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第二節的知足前瞻 剛說完英超最好追的形勢 花花4000 接下來還有西甲的最後一周形勢 還可以講講一些正面妙的變化 少少,基本上都是榜首那兩隊 昨天少少不明昂 現在暫時是西甲方面 皇馬37場90分 上星期贏了斯特維爾,順利贏出 第二位巴卓羅娜37場87分 3分落後,剩下最後一場 原本錄音時是星期四 前星期四的凌晨打了一場皇馬 對着赤爾達,4比1贏了 現在只剩下3分 原本是同分 決心死在星期日晚兩場西甲賽事 同時開球兩點鐘 對,只是這兩場 順利是星期日晚兩點鐘開球 說到他們的對手 皇馬將會作客到馬拉加 馬拉加現在主席是米糕 是前皇馬的名宿 他亦說到開口說 我愛皇馬比華丹奴多 他聲稱我會讓皇馬贏取禁錶 開口 打開口牌 打開口牌 皇馬的斯朗 打算讓我們放鬆 我們可以放鬆 你過來攻 那怎麼辦 這就是出口熟 說到明顯是沉 其實很多球會在最後一場 說到胡級、珍標等 全部都說我會讓你贏 我不會讓那隊什麼東西 最終都是放水 都不出奇 兩隊都面對著一些中游的球隊 黃馬對著馬拉加 巴塞對著艾爾巴 兩隊都無辱無求 但有一個情況就是 黃馬有機會在最後一周 失落聯賽冠軍 是怎樣呢 阿祖 我們這次又有檢查過 多謝網友的提點 多番提點 不是一個 我們就很清楚知道 基本上西班牙是計算對賽成績 先計算分數 然後計算對賽成績 如果計算對賽成績來說 今年首兩隊 巴塞羅拿和黃加馬得里 巴塞羅拿對著黃加馬得里的比賽 成績是一勝一和的 換句話來說 如果他們踢到最後一周聯賽之後 他們是同分的話 會是巴塞羅拿奉杯 沒錯 所以西甲還有少許的懸念 未能決定 巴塞要贏阿爾巴容易 但是馬拉加要贏黃馬 沒有機會 黃馬要輸 觀眾可以留意一下 黃馬和馬拉加近10場里 兩隊都頗合理 黃馬合理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想不到馬拉加也是合理的 其實看近方 近10場中 馬拉加贏了6場 和了兩場輸兩場 以中游來說 算是打得很好 近幾場球中 都可以大勝 贏智達3比0 贏西威爾4比2 這些球都是士氣球 令他一早上岸 而且還要很重要 他不只贏中游位置 又贏了巴塞羅拿 對 他贏了巴塞羅拿 意味著甚麼 他亦可以贏黃加馬得利 當然 馬拉加贏過巴塞羅拿 今次對著黃馬 有出生口術 到人家放鬆了 要真的刺下去 馬拉加究竟有甚麼武器 可以刺下去黃馬 裏面有一個前巴塞尖刀 新到拉美尼斯 這個球員不太熟 你看看西格 可能你會留意到 這個球員在馬拉加 已經入了14球球 亦是馬體會 奧華盾球員 球隊已經是上針 大概600萬歐元左右 但貴尾看針界情況是怎樣 其實這個球員是有質素的 可以有能力破到 不論所有強隊的後防 金貴西甲已經入了14球球 雕轉型矮小的前鋒 只是21歲 不妨留意一下 還有一件事 可以幫到馬拉加 可以幫到黃加馬得利 首先 馬拉加如果順利令到黃馬贏出 馬拉加是有錢落袋的 為甚麼 之前簽伊斯高的時候 原來有條條款 如果黃馬贏了冠軍 馬拉加會獲出100萬歐元獎金 這場球的黃馬就是對著他 如果我放給你贏 你會有100萬歐元 我就會有100萬歐元給我 很吸引 我覺得這些是陰謀論了一點 表面上應該會盡力 但我開始懷疑米糕是說真的 還有一件事 看看馬拉加的選擇 馬拉加的位置在第11位 如果他在第11位 即是在那個位置 如果不動的話 是有60萬歐元的獎金 但問題是 如果他這場球輸了 而華倫斯亞贏球的話 馬拉加會跌到12 就會失去獎金 60萬 看看馬拉加 你想要100萬 加後悔 還是60萬大誠信 應該是這樣加的 60萬加誠信 和100萬減後悔 觀眾怎樣選擇 馬拉加陣中也希望球員自己本身 也希望踢好些 希望有些大球會的青萊 而你肯定 裡面有些已經踢完大球會 回來養老了 你說迪米茨利斯 米基爾托利斯 米基爾托利斯 也是王馬的遊閘 以前是Rimo 我們不說這些是賭歌的 這些是氣象 卡文利也是很老牌的 前洛斯坦勞的龍門 沒錯 很老牌的赫馬龍門章 沒錯 這些全部都踢過大會 飽力風箱 還踢過大會 其實我也有一個年輕的球員想推介給大家 他就是39號 安迪維利奧斯 暫時感譯 因為其實真的很新 19歲而已 但其實下半版之後 有幾多機會推出 即下半季推出了很多 對 而且交出來表現也不錯 這些是剛才所說的 深度拉米利斯 和亦 迪維利奧斯 說不出名字 不要緊 因為真的很新 不過大家可以看近 如果大家有心機可以上youtube 或者去他們也有介紹這位球員 有些球王片看看 有些球王片 打什麼位置 都是攻擊中場偏翼風位 馬拉加的攻擊全員都是這兩個位 很多時候都看到中鋒拉開位置 接著兩邊插進去 經常出現這個情況 所以相對來說 他的表現就會比較好 看來要挑戰這個馬歇路 馬歇路挑戰他不難 他經常都不在那個位置 問題是馬拉加也不在馬拉加那裡 還是我想挑戰你 但他在前面 馬歇路 回來跟我挑 看看馬拉加會不會有一絲的希望 可以擊敗王家馬德利 和也不行 一定要贏 巴塞才有希望 可以後賞奪官 巴塞對手的 阿爾巴 其實真是 無欲無求不得了 他現在的位置在第八位 沒有歐洲賽打 亦都不愁降班 什麼都沒有工作 好像Garry第一次所說 好像韋詩咸球員那些 Holing book很重 出到來真是在那裡走著踢 就是韋詩咸那些 阿爾巴這些小球會 最後就是對著巴塞 當作是增加門票收入 算了 沒有什麼好爭的 相信這三分巴塞可以落袋 黃馬方面的話 三分應該都落袋 不過同時間三分落袋之外 都要含一百萬給馬拉加 不是錢 經常說黃馬去銀行 借錢怎樣借 之後就給過 我是黃馬 你不借給我嗎 我倒了你也不行 看看西甲最後是否真的黃馬純利捧杯 說回一些有競爭性的賽事 接下來下星期四晚 將會有一場風起雲湧的大戰 這麼緊要嗎 沒錯 因為這場球將會是星期三晚 星期四的凌晨 2時45分 將會在瑞典友誼球場上演歐巴杯的決賽 將會由阿積士對著曼聯 很久沒聽到阿積士在歐洲決賽見面 阿積士剛剛失落了 古華特 我看過時的古華特 剛剛出名的時候 一個兒子出來了 一個兒子出來了 我們等下介紹 講一下阿積士進級歐巴決賽之路的路途 四強的時候是Stigler5比4 總比數淘汰了李昂 進身決賽 至於曼聯方面有少許驚險 對著赤達兩回合是2比1 差點最後一秒鐘 其實赤爾達的前鋒古達迪 有一個球在他的腳下對著胸籠 但他反應不切 結果最後曼聯都可以保持著 那場球沒有多失 令到葉一可以進身決賽 先講一下阿積士 相信很多觀眾都是曼聯的粉絲 但最重要是甚麼呢 知己知彼 當然是白戰白勝 阿積士是甚麼事呢 阿積士剛剛Teddy說了 剛剛失落了荷甲冠軍 是呀 比較古字 沒錯 有三顆 提一提吧 古字說原來退休了 是呀 我認識了 說回阿積士 阿積士方面 其實今季 那邊是古字的老將退休 但阿積士今季 基本上打歐霸和主力陣容 都是非常年輕的陣容 是呀 大部分球員都是在20歲或以下 亦有很多20歲或以下的時候 入選荷蘭的大國 有份就累死了白蓮德 是呀 送到其他情 你真的覺得白蓮德被人累死 白蓮德選得這些年輕人 去踢國家級賽事 你對著寶加利亞都輸 就知道這群年輕人 是未夠級數踢國家隊 國家隊的壓力未必應付到 但竟然在歐霸盃打入決賽 令我突然間另眼相看 你明白那些甚麼敵力志嗎 對寶加利亞 荷蘭國家隊都輸出 輸出的東西 有他錶球錶掉了 令他半場突換走了 但原來阿積士 所謂的年輕忠堅 其實在裡面是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絕對正算 為甚麼呢 因為要說一下阿積士的踢方 踢方 其實是很特別的 我看過阿積士對著李昂的賽事 看了兩回合 我看到他們的前場壓迫是很有趣的 他們的前場壓迫很快 也效率很高 但頻率是不高的 不是說對方的中堅一直打球 我的前鋒就走過去拍 不是說你的左閘拿球 我的入力就走過去拍 不是這樣的 即是區域聯防 他們都不算叫區域聯防 去到這個位置我才抹你 去到某一個位置 未必指定是哪個位置 不是說可能自己禁區的頂 不是三閘線的位置 不是三閘線的位置 未必 他們覺得有機會 他們就過去 即是不是RB羅比蛇的位置 就是這樣老衝 是的 其實他也是老衝的 但那個是進攻的老衝 進攻的時候就老衝 這是防守的老衝 這個防守的老衝 大家留意上次李昂那場球 其實他們的局人是很有趣的 他們逼到你猜球去到左翼位 我突然間發覺有機會了 我可以局了這個球 就兩個過去局 對方的球員突然間 你沒有局開 你突然間過來局 我根本會傳走過球 但阿職士的球員 他們的默契是好幸好 連李傳的路線都接近 局到你連拿球接球的人 都很快有馬力 這些不是連青球員做到的事情 肯定是透過一些訓練 和一些溝通 最重要是他們突然間叮一聲 大家一起局 這些是體帶的效果 這些其實是一些意識的效果 其實是全能足球的意識 為何這樣說呢 局很多隊都認識 但去到某一個有機會才能局的位置 你們一起局 永遠就是… 大家看看對李昂那場的首位和動詞回合 他們永遠都是二局一、三局二 那些球員被人局的話 那你會傳給旁邊也不行 那你便會上前 他們兩個中堅 剛才說的敵力子 另外一個就是達雲信山齊士 兩個都是17歲、一個20歲 很年輕 但他們勝在夠年輕 為甚麼呢 剛才說如果被人局的時候 你強行扔球上前的話 他們就有理沒理 就一定是標前防守 先把你的球打走 你還想贏球嗎 你還想去幫你的隊友嗎 Sorry 我連你都記錄了 我連他第二個選擇都記錄了 傳給旁邊回傳 已經被阿漬士的球員撐住了 你的人再向前傳 我簡直是標前去拍你的前鋒 所以為甚麼那場球 李昂有一件事 萬年一定要參考的一件事 就是 李昂在兩個回合都被人局到瘋了 被阿漬士拘捕到傻 即是不計紅牌之後的時間 第二回合 韋家驊取了紅牌 但他們被人局到是 李昂上半場 首先在前場被人局掉 然後慢慢被人局到是 後場拆球拆失了 自己拆失輸角球 然後到下半場是被人局到 我回傳龍門都被人偷埋打荷包 即是一場球 他們崩潰的程度 可以說是直線下滑 被人局到 李昂近年少了很多球員打歐洲賽 面對著曼聯 曼聯有一個會有巴士 有摩連奴 面對著一個拍巴士 一個那麼適防守的亞積士 面對著一個拍巴士 我就站在那裡 又這樣說 拍巴士 曼聯這場對著亞積士 會不會拍巴士 如果用摩連奴平時的思維 是應該會的 但你要拍巴士的話 亞積士這群人 這群山谷仔 你是巴士 我把槍撥破了 拍巴士 因為他們年輕 反擊很快 One touch pass 非常好 而且他們踢出來是有風格 完全是歸功 為何亞積士是一隊 歐洲球星的搖籃 他們根本的訓練 除了技術體能之外 意識的訓練都非常著重 或者這樣說 其實亞積士很清楚自己的弱點 這種前場逼法 某程度上 是他掩蓋了後防的幼亂 以及濕 如何這樣說 當然上一場 李翰被逼得很慘 逼得經常濕 但他們的攻勢非常入獄 基本上攻勢都會去到危險地方 為何呢 正正因為Garry剛才所說 Garry兩位中堅很年輕 即使有人逼他 或是一些沒有壓力之下 都會有犯錯 甚至乎走掉位的情況出現 剛才提及全能足球 前鋒要負責幫忙防守逼球 後防亦在逼時要壓得很遲 是 沒錯 舊式的傳量足球 就是走到中場線到莊越偉 這七八十年代 現在不可能發生 但他們其實都是一種辯咒 不是後防站在這裡要防守 其實是幫忙逼球 當然這件事會暴露很多空位 還有另一邊相 就是亞積士的後防 剛才都說很年輕 敵力哲為何累死八年特 他有時搶球很厲害 身材很好 也沒有入選荷蘭大 但問題是這些賭博式防守 你不是帶了賭神藥褲 逆整啟犬影眼鏡 你不是賭光也會贏 他又不是賭勝可以出牌 你又不是肥螳螂後面有一部DV 不是 狗哥在看後面 戴眼狗 你才四 我分析是四 二十八分析是六 你不是這些 所以你自然當然會有賭博式防守 有時選擇的決定是比較右亂 有時傳播 亞積士也有很多中堅後防的傳播 都被人偷到 但亦可以看一看 亞積士的守門員叫做安安娜 這是非常年輕二十一歲的守門員 出身是拉馬西亞訓練營 巴塞羅娜清訓產品 這個球員也頗有前途 最近盛傳這個敗人想簽他 其實還可以的 你先坐幾年 看他的比賽也反應不錯 那就不要轉妹了 是的 真的不要走去做紐亞的後備 紐亞可能還有很多年踢 證明他也有級數 曼聯那邊又如何 剛才說過亞積士也很厲害 還有漏洞 說回曼聯 曼聯方面大家相信都很清楚 現在曼聯優已經說明了 最後一場聯賽 就是對著水晶宮 狠球肥大聲 手下流程 高台貴手 可不可以叫STAR走 不要跑得那麼快 分隻機先回家 然後列出了一堆 杜安斯比、麥康文尼 跟著一堆年輕球員 有甚麼出過那些 不是,他說他自己出過那些 我自己出過那些 杜安斯比 出了幾場 莫聯優想出這堆球員 打最後這場聯賽 因為在歐霸和英超來說 只差三天 打完水晶宮後就要再打歐霸決賽 其實在情在理來說 我覺得曼聯最緊張的應該都是歐霸決賽 另外曼聯亦可以說一下 雙兵陸續復出 現在有些球員 莫聯優可以以戰、仰戰地出 他說費蘭尼都幾場沒有出 今場修咸頓便可以被他打出來踢 楊架出到沒有 楊架就應該未出 我認識了 應該沒有了,收益了 楊架對上一次對阿積士 仍然是比賽年代 有入球的,還是踢歐巴球 還想著殺手懸眼 楊架就應該沒甚麼希望了 接下來這一場對阿積士 應該是仰徵促銳 因為聯賽方面沒甚麼爭 仰徵促銳也在 確定雙倍了 對著阿積士 我覺得如果曼聯的摩尼奴 選擇拍大巴 我覺得就不太明智 因為這對阿積士都頗亂 如果曼聯要打 不要只是對攻 打平均加球 我相信在阿積士的後防 找到他們的犯錯 都應該是挺容易的 首先決賽會沒有了阿力拜尼 因為對著茲達 有一個魯莽的紅牌 今場不能出 普巴應該都能出 普巴應該都能出 應該還有些大仗 對,這邊箱 剛才說阿力拜尼拿紅牌 那邊箱荷蘭的阿積士 已經入選了荷蘭大角角的韋格華 之前對上一次李昂四強時 兩王一紅 今場亦要停賽 大家都等級了 沒錯,大家都等級了 另外亦可以即介紹幾個阿積士的球員 今場球有機會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基利神 這個是誰 基利神 10號仔 對,這個10號仔 荷蘭的國家隊中場球員 派派比波很好 另外亦可以說 左腳仔的薛耶治 亦是中場偏左的位置的球員 非常重砲 亦是成熟 荷蘭小角角 現在變成魔法哥哥大角角 留意一下他的佛球 重砲和教砲 亦有左翼的尤利斯 這個就是前慕信家柏 以前在法夫利手上 曾經是一個挺有潛質的年輕球員 一來到阿積士之後 在左翼方面 矮腳斧插花都挺好的 當然亦有神童道寶 中鋒的位置 是丹麥仔 沒錯,我非常全能的 現在叫做Wonder Kid 即是一些 非常有潛能的年輕球員 沒錯 亦可以留意一下 右邊的貝查特查奧爾 車路士借相 這個要看 嘩,你長髮飄飄 邊發一發 你不要開玩笑 頂頭髮時 看到對方的後衛被發開了 哈哈 他砸不砸邊 有機會好一點 回去跟韋利安 柏陀山政選 是蠻蠻 來到阿積士 整班自己有 夠年輕 沒錯 這場球我分析就是這樣 其實阿積士當作吸收經驗 即是祖斯丁古華特 對 同時整個餅印 大家當作懷面 應該還沒得住 22年前 阿積士拿了歐聯冠軍 現在殺到歐巴杯決賽 大家都有古華特 好像回到22年前 好像是45號 之前是45號 是嗎 不記得 大概都是那些 不記得 好像17號 好奇 當作懷面一下 阿積士這場球 就是學東方華齋 上一課 學寶方華齋 更年輕 不用急著入決賽 拿冠軍 交給我們一些老的東西 對 萬聯方面 對著阿積士 前方方面 可以放回暫時最可靠的拉斯福特 還有馬達等 都可以出回 麥克達恩 陸續有一定的上陣時間 其實現在萬聯來到這一刻 的情形已經非常穩定 只要發揮正常水準 都應該可以擊敗阿積士 我覺得這場球可以淨勝3比0 阿積士上一課 厲害 好樂觀 阿積士最終都是被人解僱的 Garry 即是他意思是萬聯更強 不是這樣 記得留意一下 就要看座上有沒有雲高爾 還有雲高爾幫哪邊 好像有雲達沙 雲達沙又不知道幫哪邊 雲高爾就帶著兩條頸巾 哪邊贏就是他哪邊 左邊阿積士右邊萬聯 一贏就這樣遮蓋他們 是的 好 節目中尾聲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節目 是的 給我們一些意見 繼續給我們一些意見 有問題不要緊 我們很開心 都希望可以提到我們改進一下 沒錯 交流一下 Subscribe球星台的YouTube Channel OK 好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下集再和大家見面 Bye Bye 有些人 有些人 會不會有 可能會不會有